接着焦点来关心的是 民进党总统立委提名已经开跑了 但是国民党到现在呢 都还没有公布这个提名时程 但是已经知道 这个布局跟绿营是相反的 是以先立委在总统的方式 要确保国会席次过半 因此也传出副主席郝龙斌呢 是有意角逐不分区立委 而另一位副主席黄敏慧 也将投入选战 据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不分区立委的任期将满 可能会参加区立委选举 而党务干部都将会全力备战 我们希望在未来 这个立法委员跟总统选举中间 能够我们能够把国民党的选情 尤其在台北市 不只止跌回升 而且要再创加级 希望2016大选选情能够止跌回升 郝龙斌出席台北市党部主委 交接典礼神情一派轻松 是不是要跟角逐不分区立委有关 我们提名的办法都还没有确定 所以那绝对只是一个谣言 我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把相关的办法拟定 同时我们把所有有意愿的 有机会慎选的 我们的同志找出来 这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到底有没有意愿郝龙斌四两拨千金 拨国民党选战布局跟绿营恰恰相反 或者副主席郝龙斌 另一位副主席黄敏慧等党务干部 重量级人士都将投入选举 稳住国会 这么重要的位置下来选 当然是有帮助啊 代表我们党的决心嘛 绑在一起啊 彻底的内造化嘛 七人立委都要求连任 包括副院长洪秀柱 部分区立委任期将满 传出也将投入区立委选战 继续卡位 同时政府总统人选也引发关注 传出大陆当局有意王朱沛 立要立法院长王金平访问北京 第一个就是国家需要 第二人民同意 就是人民能够接受 第三呢就是我们立法院有所决议 第四呢就是要对等尊严 这四项都要具足 我才会去嘛 所以一直就没有去 就怕政党轮替 或是国会生态翻转 国民党先确保席次过半 再进行总统政权保卫战 时机一到党内终生代 一级干部 各个都不排除 挺身而出 进军国会 云TV的理论刘宇轩台北报导